美國總統特朗普 星期六打了18個洞的高爾夫球 在此之前 他聲言要中國人擁有的用戶眾多視頻 分享社交應用 抖音國際版TikTok停止在美國的運營 法官說嚴重關注TikTok在國間安全方面的問題 他們正在繼續評估未來的政策 星期五晚特朗普說 他可能動用行政令禁止這款應用 他星期五晚上承楚空軍1號總統專機 從佛羅里達返回華盛頓時 對記者說 就TikTok來說 他們要在美國取締他 特朗普先前在返回華盛頓時 還對記者說 他不贊同那種由一家美國公司 收購TikTok在美國的業務交易 又報導說 微軟公司和其他美國公司 最近幾天 是尋求收購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在特朗普總統讀出上述表示後 微軟已經停止了有關的收購討論 北京自節跳動公司同意 和抖音海外版TikTok脫鈎 全部由美國微軟公司接管 白宮對此沒有作出表態 路透社引述兩名知情人士 星期六提供的消息說 北京自節跳動公司已經同意 出售TikTok美國公司的全部股份 由美國微軟公司接管 與TikTok這家幾乎被美國政府 禁止經營的公司徹底脫鈎 calor 融光 指導 貼腳 海外 順 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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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